新北市政府卫生局8日接获了疾病管制署通报第4例本土型的登格勒个案 是供疗区23岁的男性 他在11月7日出现了发烧还有肌肉痛等疑似的症状 而就医确诊为登格勒 新北市今年截至11月9日子累计118例的登格勒确诊病例 其中71例为本土确诊病例 47隶属境外移路都有东南亚国家旅游史 卫生局提醒这次确诊案例为逛辽区的23岁男性 于11月7日出现发烧肌肉痛等疑似症状 就医确诊为登格勒 而为了维护市民健康市府极客东源公所等单位 对邻近住户进行户内资深员清除及紧急朋友工作 并加强附近民众味教宣导等紧急的防疫措施 目前登格勒因为今年就是南部爆发疫情台南市 目前台南市的疫情大概已经都控制下来 可是目前高雄因为正进入它的流行高峰期 所以目前都还在观察高雄的疫情 那希望能够在两三个礼拜后能够控制它疫情下来 新北市目前其实还是持续会有一些本土的个案 但是这些本土的个案大部分都还是有南部的旅游室 对那目前截至到今天为止 总共有71例的本土病例 那其中有67例经调查是确定有台南或高雄的旅游室 乌生局也暂时强调如果出现发烧头痛 肌肉酸痛 后眼窝痛 皮肤红疹等仪式登格勒症状 应该借助就医并告知医师相关旅游室 若经诊断感染登格勒 务必遵从医生指示服药 多补充水分以及休息 并做好预防防蚊措施 以避免病毒再借由蚊虫来散播 其实登格勒因为它是一个环境病 那所以其实最基本的就是 因为它是透过蚊子叮咬造成的 那当然我们就是第一个一定是要防止被蚊虫叮咬 所以就是尽量能够着长袖浅色的衣物 那当然你从最基本的开始 应该就是要预防资生员 就是不要让蚊子有长大的机会 所以我们应该要能够养成水手清洁 家里的积水容器 那避免资生员产生 民众应加强居家环境巡查 落实户内外积水容器清除 落至东洋亚或南部登格勒流行地区旅游探亲时 也请确实做好个人的访问措施 传着浅色长袖衣物 或是在皮肤裸露处 喷抹经卫生福利部合可的防蚊药剂 才能有效防止登格勒感染 接下来分享事务长报道